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放掌 我们上一次学习到太上感灵篇直讲 心独冒词 会识为人 这个内心很狠毒 面貌表现得很慈善 那么这个也是属于很大的 罪业 这个我们一般讲因恶 这个内心人家不知道 那个心不好 那么表面做得好像很慈悲 那么心地就是很狠毒 那么这个如果以佛法来解释会更为具体 所谓心独 就是贪嗔吃 我们一般讲三毒烦恼 那这个三毒烦恼 大家都有 在十三夜道经讲不贪不撑不吃 那反过来就是贪嗔吃 那么贪嗔吃就是三毒烦恼 那三毒属于心 内心 义的 这个意念 贪嗔吃 那这个 如果我们心 没有贪嗔吃 就要修十三夜道 修地质规感应篇 不贪不嗔不吃 那这个心里就没有这个三毒 如果不修十三夜 不贪不撑不吃 那心都有毒 那么心有毒 感染外面的病毒 所以现在全世界 新冠状病毒 三年了还没有解除 还在蔓延 全世界 每天都要很多感染 而且病毒一直变种 病毒为什么一直变种 人心一直变 越变越坏 那个疫苗 也没有办法 所以 这个不是疫苗能解决的问题 因为人心不散 制造出来的灾难 你要化解灾难 还是要从人心 基本上是做个改变 把这个贪嗔吃三毒 改为不贪不嗔不吃 那病毒就没有了 这个病毒就贪嗔吃三毒 这感朝来的 感应篇一开头就 给我们讲 破乎无门 为人制造 善恶之暴 如云随行 我们人类要坏行 要检讨 要忏悔 要改过 才能化解灾难 那么 汇齿为人 用不干净 补卫生的食物 给人吃 这个 最后很大 过去我们敬老和尚 在讲习当中 常常讲 现在 米 菜 水果 都有农药 农药 这个时间还没到 它就采收了 还有那个化学品 毒奶粉 等等的 拿出来卖人 要赚人家的钱 又要人家的命 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常讲 魔财害命 那这个是很不道德的事情 伤天害理的事情 所以不可以 会食为人 那么我们自己 到场 家里做菜 这个不好的东西 也不要给人吃 那个不能吃的 就不要了 就丢掉了 吃的对人身体 健康就损害 那么我们今天 接下来两句 左道货重 短尺狭度 这个左道 我们一般讲 旁门左道 不按正道 来迷惑 是非大众 现在这个时代 左道货重 太多了 这个过去 这是一些妖术 一些法术 那现在呢 这个时代 这个科技 电脑 节目里面 乱七八糟的 很多 都能够迷乱人心的 祸乱人心的 这些统统属于 左道货重 所以你在这个 电脑网络上 你播放了 这个不好的东西 不正确的 邪知邪见的 方方面面的 太多了 那这个左道 我们过去想 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现在的人都做出来了 他从哪里写的呢 从电脑网络写的 写怎么去杀人 写怎么去害人 连自己父母都杀了 那听说还有那个 教人家 怎么去自杀的手册 乱七八糟的一大堆 那如果你乱看 你不知不觉 受他影响 你就做出一些 很奇怪的事情 逆天背离的事情 都出来了 所以这个左道货重 罪业非常重 都是无间地的罪业 你弄那些 害了多少人 短尺狭度 那么这个 就是要占人家便宜 占人家便宜 领粮布 这个尺寸 量的比较少 那给人家看 好像这个 足够了 其实是不够的 这个是 不法伤人做的事情 那么这一季的延伸 也就是 也都很多谎言 就是交易买卖的 包括下面这一季 青春小生 这个交易买卖的 不公平 这个要占人家便宜 那这个属于 偷到借了 所以这些都要避免 不能占小便宜 占小便宜 你自己的福禄 被消掉 实在讲 得不偿失 不明白英国的人 才会干这个傻事 明了英国的人 他绝对不会干这个傻事 知道这么做 不但你占不到便利 你反而吃亏了 你反而受到损害了 明白这个英国的道理 人就有智慧 不会去做错事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祝大家福慧增长 华喜充满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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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